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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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蒙不過家 不是真人不過像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是摩台節算 那禮拜五 今天摩台節算 那個盤勢就是一個恰幅度的震盪 符合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基本上我認為 短期內大盤你說要大漲的機率也不大 好 那既然摩根結算完之後 接下來行情的方向 往上還是往下 很簡單 只要看一個點位就好了 我說過了 我們要看一個盤勢 就是從價位 那這個價位怎麼來的 這個在這裡我們不用去跟你探討 你從上個禮拜五 我到今天禮拜五 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跟各位講的價位都有意義 上禮拜五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禮拜一 9305點 如果站不上去 短線就確認回廊修正 禮拜一最高來到9302 他有沒有站上去 沒有 所以他才會怎麼樣 才會開高走低嘛 對不對 那禮拜一告訴各位 禮拜二 9285 禮拜二最高多少 9276 有沒有站上去 有沒有過 沒有 所以還是在修正嘛 對不對 那禮拜三 我告訴各位 只要看一個點位 9260 9260 那昨天 為什麼可以收一根中紅 我跟各位講過原因嘛 第一個開在9260點之上 第二個兩點高中紅 所以說我們在看盤勢 看盤一定有看盤的不敢 我比較少 除非說真的在關鍵的時候 我們才去看量 不然都只要看價位就好了 行情會繼續往上 還是要往下 都只要看價位 看什麼樣的價位 關鍵的價位 所以才跟各位講關鍵價 下 那摩台子今天結算 結算完之後 下禮拜 這個行情要繼續往上 還是會先往下 也一樣 看一個價位就好了 看什麼樣的價位 就是關鍵的價位 下禮拜一 關鍵的價位在9275點 9275點 我這樣子講 我這樣子講 大盤如果要繼續往上的話 要繼續往上的話 禮拜一它就不會跌破這個價位 它可以震盪 比如說我們這樣子講 這個都是屬於震盪 對不對 這個都屬於震盪 包含尾盤 這個都屬於震盪 這個都屬於震盪 這個都是屬於所謂的波動 因為市場不管漲跌 它都一定會有波動 它不會是一直線的 對不對 所以在震盪的過程 從什麼 從價位去研判 主力的企圖 凶罪指數的部分 一定有一隻手在那裡掌控 如果這個大盤 沒有一隻手在那裡掌控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為什麼9305 上禮拜五跟各位說9305 沒有站上去的話 它會回場修正最高 來到9302 是不是 表示來到這個位置 就有一隻手站在脈方 調節了一方 不然最高不會來到9302而已 對不對 那一樣的道理 禮拜一跟各位講9285 最高來到多少 最高來到9276 是不是 你有沒有發現 我給各位指數的點位 都在10點內的區間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10點內的誤差值 這個跟時間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收盤 對不對 那禮拜一 禮拜一它會隨著時間 會做微微的變動 但是那個變動 跟我講的誤差值都不大 好 那我們回過來剛剛講的重點 我剛剛講過 這個屬於震盪 行情如果繼續要往上的話 如果繼續要往上的話 它會維持在哪裡 它會維持在9275點以上去做震盪 它不會去跌破這個點位 好 那跌破呢 跌破的話 就表示什麼 表示主力在短期內 它沒有往上做的企圖 所以它怎麼樣 道理就很簡單 短線它就會再回檔修正 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量價 至於成價量那個你不用去看 我跟你講你不用看就不用看 你就是看價位就好了 好 就是看價位 價位去看主力的企圖 這樣子就夠了 好 所以呢 不管是往上還是往下 我認為指數它都不是這個階段的操作重點 通通都不是 有人跟你說摩根結算完之後要大跌 我認為也不會波段大跌 我跟各位講過 目前這個市還在 對不對 那政府的目的很簡單嘛 他要把什麼 要把房地產的資金引導到股市裡面來 所以說如果短線稍微有一點大跌 就會有一隻手進來去撐住 撐住什麼 因為如果說股市大跌的話 房地產的資金怎麼可能會進來 沒有人敢進來 因為房價在高檔 股市在這裡也是高檔 所以會維持這個假象 它會維持一段時間 幾個月的時間 那幾個月的時間 目的在哪裡 觀察什麼 房價有沒有下來 再來 觀察什麼 觀察 市場是不是有資金 真的從房地產的資金引導到股市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它為了要維持股市 那個房地產的資金流入股市來 它一定會去 我們這樣子講 它會去干擾這個股市 所以短期內它也不會大跌 也不會大跌 這個是從什麼 從正正面的角度去看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技術面來說 我跟各位講過 它要盤頭都要時間 要盤頭 基本上 大盤要跌 真的要大跌 一定會盤一個頭形出來 那既然要盤一個頭形出來 它也不是說短期內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事情 一定是什麼 最基本要盤一個頭 最基本都要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 重點不是在哪裡 不是在指數 你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坦白說 在這個位置 我認為都沒有大前轉 重心一定是在什麼 在股票上面 好 那股票的話 我昨天跟各位講過 第二季快結束了 對不對 第二季剩下下個禮拜 禮拜一 最後一個交易日 好 第二季剩下下個禮拜 最後一個交易日 接下來就是第三季 第三季 從7月份開始 第三季有什麼樣 有什麼樣的股票有機會 生計嘛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 生計 題材面 下個月是生計月 這是第一個 這個叫題材面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不是 第二個就是我 昨天跟各位講的 誰是主流 很清楚的知道 誰是主流 電子是主流 生計也是主流 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這個大盤 它有沒有過這個高點 以昨天的反彈到今天 有沒有過這個高點 沒有 電子指數有沒有 沒有 誰有 生計是過高 今天壓回 所以這個都是很正常 主流的族群它一定是什麼樣 趨勢往上修正 修正完之後再過高 過高之後再技術性的壓回 又過高 又技術性的壓回 又過高 又技術性的壓回 又過高 又過高 目前這個態勢都沒有改變 這個趨勢架構也沒有改變 包含電子也一樣 所以說呢 生計是主流 下個月有題材 對不對 七月份是生計月嘛 好 那這麼多的生計股 我們這樣子講 生計類股這麼多 我們怎麼去挑 怎麼去挑 要怎麼去挑 要怎麼去挑 各 我只能跟你講 各類都有機會 新藥的 GR 至勤是指標 好 這是屬於新藥的這一塊 衣材的 有衣材的 保健食品 有保健食品的 對不對 好 那 各有題材啦 我只能這樣子講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最好的做法就是買起來等 因為怎麼樣 你不知道主力哪時候拉 好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嘛 比如說 這兩天 強勢的科研 這兩天 今天還在創新高的科研 它是一路往上漲嗎 它也不是啊 它是不是怎麼樣 先漲一段之後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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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再往上漲 對不對 只要稍微提材發酵 它就往上漲嘛 所以基本上 如果漲上來追 除非手腳很快 不然怎麼樣 不然未必追得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漲上來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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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成本比較高嘛 所以最好的模式是什麼 還沒漲的時候買起來 買起來等 買起來等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好 那換這樣子講 同樣的題材很多啦 這種其實題材很多啦 那它都是輪動 它是不斷的找標的 往這一塊去做輪動 好 那我們來拿字型來做例子好了 我這樣子簡單的講 我們拿字型來做例子好了 這支股票 還沒人做 股票是這樣嘛 股票 股票有沒有人做嘛 股票要有人做才會漲嘛 對不對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嘛 如果這一檔股票沒有人做的話 它不會從這裡幾天的時間 拉到這一段嘛 對不對 好 那拉完這一段之後 發現什麼 主力發現籌碼太亂 才會繼續怎麼樣 才會繼續往下洗嘛 那往下洗的目的只有一個嘛 我們就技術線型來說 它要做反覆的打底嘛 這往下洗這個低點出來 才有這個低點嘛 才有另外一個低點嘛 再拉一下再壓縮壓縮壓縮 然後再往上拉抬嘛 簡單的說 這檔股票 如果說沒有人做 不會從這裡 技術性又做個壓回之後 又再繼續往上拉抬 標記什麼 標記 有人在裡面做嘛 股票就是要有人做嘛 不然怎麼會上去 絕對不是靠產戶買嘛 不是說今天我楊少偉跟你講 字型有機會 中價位的字型有機會 今天你們散戶進去買 就會轉 不是 一定要有人拉 好 那一定要拉很簡單嘛 如果說這一段的拉抬 或包含這一段的拉抬 都是主力拉的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他去Q股票要成本嗎 要吧 要成本吧 對不對 拉抬那個要成本嘛 好 如果這一段的拉抬跟這一段的拉抬 都是主力拉的 我請問各位 他的成本是多少 他拉到這裡就放棄了 就結束了 這樣會不會好 不會好 這樣去Q就沒意義 這樣子去拉抬就沒意義了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底型 是不是出來了 好 那既然這個底型出來了 對不對 這底型出來了 他的目標就絕對不是只有這裡 那買怎麼買 買一定是在整理的時候去買 所以就是 不斷的去往這個方向怎麼樣 去做琢磨 精力的事故去買 不是說蓋起來你去錄 你如果蓋起來去錄 你底線你就套牢 搞不好 短線又往下整理 整理完之後才上去 你一套牢 因為你追的成本高 你就怎麼樣 你可能小賺一點 你不知道他目標哪裡 小賺一點就賣掉了 或者稍微洗一下你就洗掉了 你認為可能漲一天兩天而已 所以我說 買股票怎麼買很重要 我們的股票會有漲停 唐年會有漲停 但是我從來沒有說 在他拉漲停的時候 在會員去追股票 從來沒有 從我到會員到現在 從來沒有 你看我節目跟別人不一樣 每個人都告訴你 他有漲停板的股票 每天喔 幾乎你電視上打開 每個人講的都是漲停板 什麼股票漲停板他有買 我的不一樣 因為我什麼 我不是什麼都買 我們是鎖定標的之後 買起來等 買起來等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你的成本低 你的成本低你的風險就相對低 所以說接下來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除了生技股下個月的題材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的是低基期的植油股 不只是生技 電子甚至什麼 甚至於傳統產業 都有一些什麼 屬於基期比較低的 屬於基期比較低的 主力會去著墨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接下來 因為我們六月快結束 第二季快結束了嘛 第三季即將開始 你必須去留意的 資金方向一定要往這裡 你不用去管大盤的指數 你只要資金方向往這裡 接下來的下一季 先談下個月 下個月 你不用去擔心指數的漲漲跌跌 跟你都沒有關係 除了生技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低基期植油股 這個下個部分 我們再從幾個角度來告訴各位 我們休息一下進行廣告 馬上回來 上核心最尾的收藏 My Ocean My Palace 天翼 2629 5511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震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金專線 01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得頭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震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甜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豬 去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豬 五分豬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快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生技我講你們知道 對不對 那我剛講買股票就是買起來等 稍微提財一發酵 我拉抬的速度就很快 那股票是這樣子 你一定是他在還沒漲的時候去買 不是漲停了才去追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這個階段要跟各位談的 除了生技之外 什麼叫做低基期的植油股 這個選股有兩個條件 哪兩個條件 第一個技術面 第一個是技術面 第二個是基本面 好 技術面它屬於打底階段 壓縮 基本面要符合什麼條件 你要看兩個東西 一個是毛利率 另外一個是什麼 是盈獄率 再來評估股價 它是不是被低估 股價被低估 主力自然就會進去 所以說 再來評估股價是不是低估 就是從哪個角度 從本益比 所以說 有什麼樣的股票 有這樣子的機會 這個就是了 這個就是了 這個我月中買的 還沒漲到這裡 如果漲到這裡 你就來不及了 因為這是慢慢墊慢慢墊壓縮 好 那最主要是什麼 第一個 我剛跟各位講的 以這檔股票來講 現行我不用講了 我跟你講過了 我剛講的 技術面有人 沒問題 基本面毛利率 41% 盈獄率24% 盈獄率一定要20%以上 這個就屬於低基期的只有股 主力在調節漲多的 自然會回頭去來買這個 那你就是買這個 等主力去拉 不是跟著主力跑 好 本益比 10倍 這個就符合這種特色 我剛跟各位講 本益比不到10倍 壓縮壓縮 這幾天它都是一樣 好 那壓縮這還沒上去 那這個上去有空間 我們是挑這個有空間的 本益比如果從10倍到15倍 那是嚇死人 用15倍來計算就好了 那是嚇死人 這是什麼 屬於你比較有資金的 我跟你講有些高價股要下來 你不要去碰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聯發哥 對不對 我認為它高點出來了 你看它有沒有長 那當然放空有放空的那個 放空有放空的什麼 不公平的交易規則 比如說聯發哥 我認為它不會長 還會往下 對不對 我空在505塊 你下個禮拜 那個7月4號除全息 你今天農券就一定要最後回補日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交易制度不公平 但是我們不管 我們就是先撇開這些東西 所以我說 因為接下來要除全息也不方便放空 我們把資金往哪裡 往低基期的植優股 所以我剛剛說的 這個有資金的屬於高價股 這個就是機會 這我講過之後還會再漲 這個也是 這個是技術面底型出來的 而且怎麼樣 接下來有這些題材 那有這些題材 主力就會去拉抬 為什麼 本益比 十一杯 十一杯 那這一支呢 也是這個技術面也是 沒有問題 而且未來基本面有沒有 這個我都講過囉 基本面這個屬於 生技類股 接下來後面會長的 對不對 我們這樣子講嘛 這兩天強勢的 它也是壓縮壓縮壓縮 後來提材發酵的時候就往上漲 那我請問你 你去追這裡追這裡追這裡 或追這裡嗎 不是 你一定是在這裡的時候去買 因為這樣子才會賺得多啊 因為突然拉抬的時候 快速拉抬的時候 你不用去追 今天再跟各位講一檔 這個 這個也是屬於技術面的壓縮末端 毛利率 幾%你知道嗎 八十三% 你怎麼聽到毛利率八十三% 營餘率呢 也很高 也是二十幾% 還有一點是什麼 本益比 只有十一倍 這個都是價值低估 而且股價經過修正 處於壓縮的位置 的壓縮末端 各位同志朋友 有興趣的 我通通有幫你準備 你只要告訴我們助理就可以了 第一個 你的資金有多少 第二個 你要做高低價股 還是做中低價股 這樣子就夠了 未來的一個月 不用擔心 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歡迎你 跟我們助理人恰循 時間也關係 祝各位週末價值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讓世界都便利 讓世界都便利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筆變成抗肉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市場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是負心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庫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庫 固德投庫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庫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便宜的投庫 固德投庫 深田藥樁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樁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頭痛 請用五分酥 去 Marx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